台湾素有香蕉天堂的美称 而且香蕉又是台湾水果里头的特产 如果把香蕉加到了甜点里头 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金针又称为萱草 是中国的母亲花 但是你知道金针也能够解你的心烦吗 你不煮吗 今天我们就要为你介绍这个 用金针制作出来的忘忧石井米粉 你会为了不知道如何来吃螃蟹 而伤透脑筋吗 你知道现在正是螃蟹肥美的季节吗 今天我们就要为您介绍的这一道 是用螃蟹来料理的横行霸道 肥滋滋的鸡腿肉 加上一个个非常鲜美的辣 搭配上冬瓜还有火腿 这么一锅好料的汤 不但好喝连名字都好听 它就叫做贵妃游东宫 拿手烤菜 今天我们为你推荐的金牌主厨 是魏正房卫师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贵妃游东宫 这道菜所需要的材料究竟哪些 我们这边买了两只鸡腿 这个鸡腿这么大的只鸡腿 两只鸡腿放在这边 这边我们买了一大碗的文革 大致大致的文革放在这边 这边我们需要半个冬瓜 一小块的火腿肉 姜 葱 一点点的盐 还有少许的酒 这就是制作贵妃游东宫 这道菜所需要的材料了 好特别的一道菜啊 魏师傅 你每次取的名字都取得很特别 而且非常雅致 今天像是什么贵妃游东宫 以前用荔枝有菲子乐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贵妃游东宫听起来又蛮慵懒的 对 其实我们杨贵妃她可能是比较胖的 对 胖美人 所以不是用荔枝来做菜 不是不是 今天是用鸡腿的部分 对 鸡腿 非常幸运 这就是贵妃腿咯 对 贵妃腿 贵贵贵 那像这个有没有什么 比如说因为鸡有很多种 像鹅骨鸡啊 那这边用多少 这个我们买的话 我们大部分一般人吃是比较都比较吃 喜欢吃鸡嫩 鸡嫩 母鸡 母鸡是母鸡 因为它的肉质 这个母鸡你看 稀嫩也很多的油脂 很好吃的样子 那处理的话 那如果公的鸡的话 它的肉质会更硬 比较硬一点 对对对 那一开始要先做奶骨 好 我们一开始我们先把这个 鸡腿先处理 先剁一下 好 我们把它剁一剁 因为这是一道汤嘛 对对 需要的时间大概整个做完要多久 十几分钟 十几分钟 可是炖要炖多久 就是差不多炖 我们炖就是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 这个鸡腿呢 如果大家在家里面炖的 Do 稍微不方便的话 你在餐廳買的時候 就直接請他幫你剁成一塊一塊的 燉完這個雞腿的部分 對,記得 我們這邊可以把它做一點 放一點水下去 我們等一下可以把它汆燙一下 對,我們先把它準備鎖開 我們再來就是切冬瓜 好,切冬瓜 接下來要來處理冬瓜的部分 冬瓜我們需要連皮嗎? 不要 不需要連皮 還是皮要削掉 好,把皮削掉 哇,這冬瓜很肥美 對,對 有的人講說吃冬瓜 如果連皮的話 應該是養分不會流失太多 但是今天我們為師傅做的這道菜 我們是把冬瓜的皮把它去掉 切的話就直接把它切一塊就好 切很快,大塊 對,大塊,大塊 才不容易做 不過你看這個雞腿 一般我們燉很少跟冬瓜這樣配 其實也蠻好玩 像這道菜等於是算台菜的一種嗎?師傅 對,也是算台菜的一種 你看到像有骨腿肉,家鄉肉 好 那這個要不要先汆燙過 然後它不那麼鹹呢? 這個我們就不要 我們這個是要把它蒸熟 蒸熟 先蒸過 比較不會鹹就對了 對,對 今天要做一大鍋湯 所以我們用的家鄉肉 稍微比較多一點 好 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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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切一塊 是老薑 是 好,我們要切幾個薑片 跟湯 因為待會兒我們會有這個文革 好,我們就直接開了 對,我們要汆燙雞肉 好,這個燙完了以後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入鍋了 對,我們燙完就可以直接打鍋了 燙完就可以直接打鍋了 燙完就可以直接打鍋了 燙完比較久一點 它那個雞肉就比較好吃 對,對 你說慢慢吃吃它 好,燙好這個雞肉呢 就直接把它擺到我們的湯鍋裡面 對 把這血水去掉,汆燙之後 好,擺進來 好,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把冬瓜 剛剛的料 對,對 冬瓜 冬瓜也把它擺進去裡面 駝腿片也把它排進去 有了雞肉的味道 加上火腿片的味道 味道應該很鮮 很鮮 薑片 薑片 蔥段 蔥段 我們都一起加進去 是 所以燙個15分鐘 對,燒開之後大概15分鐘 雞肉就不會澀澀的 是 我們要放在煮 就順便把它 調味料也放好 對,把調味料也放 就加一點 它只需要放鹽是不是 因為只要放鹽就好 因為雞肉本身 跟火腿就很鹹 都很香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不用再加味精 不要加點米酒 好,加點點米酒 米酒是讓它去腥也香 對,對 是 不過其實藉著師傅介紹 慢慢我們對一些調味料 都知道它的功能存在 不然以前家不知道原因 現在比較知道清楚 所以大概15分鐘 好,我們剩下的蛤蜊的話 我們就是說 等它煮好之後 再放 我們要起鍋之間再放 因為蛤蜊還會開 起鍋之前再把它放進去 它那個肥肥的 我們吃那個吃得到 然後整個久了 那就吃了 就老掉了 老掉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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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趁它最後滾的時候 零起鍋之前 再把這個蛤蜊放進去 放進去 吃到最鮮美的時候 對,對,對,對 好,現在我們就把它蓋上蓋子 那這個雞湯 貴妃稍微在裡面 稍睡一下 這貴妃油冬公快要好了嗎 對不對 所以師傅說這時候可以放這個 對,我們現在 程度差不多到我們 你看冬瓜煮的都已經透明了 透明了 冬瓜已經煮得透明了 對 那肉也熟了 味道又好香對不對 肉也不要把它煮爛 煮爛太爛 因為湯好喝 肉也要好吃 對,對,對 每個人 肉 那這時候就可以放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就蛤蜊放進去 蛤蜊放進去 蛤蜊燙一下就好了 蛤蜊燙一下就好了 好 對,開火 稍微開大一點 小火 我們期待這個 貴妃油冬公 對不對 對,對 要不要蓋起來 沒關係,現在不用了 不用了嗎 它自己會開 蛤蜊開的時候就表示熟了 蛤蜊只要開就熟了 我們就可以吃了 這樣也不會太老 是,是 像我們這上面有一層油的話 我們可以再準備一個小白菜 對 炒 炒菜的時候有必要放那麼多 我們把這上面的雞油的湯 把雞油這個把它咬到實在 而且還有 哇,那個味道實在 還有一個方法像吃虎雞 他們把那個白飯撒鹽 然後油倒下去 好香 好香喔 對,對,對 這樣就好了對不對 我們看很快開 慢慢開,開了就好了 喔,合理嗎 就要開了 對,油的已經開了 油已經開了 喔 這個開很快 嗯 這個最重要 我們蛤蜊多下去 那已經這樣開了 開了 這個湯很鮮很鮮 很鮮 很鮮 用鮮用 對 雞肉的甜 火腿的香 那個蛤蜊的鮮 冬瓜的鮮 對 哇,好漂亮的一鍋湯 看起來 蛤蜊一鍋湯 好漂亮 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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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哇,師傅一起來好了 這這麼棒的這個貴妃游東宮 師傅自己都很滿意 對不對 這個湯實在是太棒了 來,來,你給我介紹一下 這一鍋湯加了這麼多的蜊 如果光光是一鍋湯 光加上蜊就夠鹹 對 再加上那麼尾竹竹的兩大塊雞腿肉 還有火腿片 還有冬瓜 對 而且像師傅說 其實一般我們這個 平常蛤蜊冬瓜湯常常喝到 對不對 但是你今天加上這個老母雞 這個嫩雞的部分 這個雞腿 然後這個火腿肉 其實時間又不是很久 才熬15分鐘就這麼炫 這肉又好吃 所以我們家庭主婦 回家了以後 把這些材料往鍋子裡面一丟 你才開始去卸妝換衣服 出來外面煮飯 等到全家人吃飯了之後 這麼一鍋好喝的貴杯游東宮 就已經完成了 對 而且也不是花很多時間 其實很多師傅都講過說 其實好吃的菜不一定很複雜 非常單純 但是越單純可以煮出原味 這樣比較重要 你看很鮮 很鮮 而且師傅說剛剛這個油的部分 剛剛那個雞肉 還可以去燙小白菜是不是 對 哇 這很香 這一個個的辣 師傅建議 領起鍋前趁著湯開 再把辣加進去 這樣子一個個的辣 你看 師傅已經煮到很肥美了 吃到嘴巴裡面 也不會有那種乾乾的那種味道 而且師傅又把這個湯 取名叫做像是貴妃游東宮 對在家裡的小朋友來說 或老公來說 都會記得這道湯 對 我要喝那個貴妃游東宮 名字又好聽 對不對 鏡頭一定沒拍到 又很香 你看這個辣是不是很肥美 這道貴妃游東宮 讓我們三個都心滿意 非常過癮的一道湯 謝謝 謝謝衛食部 謝謝衛食部 不喝兩碗 對 都會 貴妃游東宮的四座大缸 首先我們將雞腿冬瓜 都切成塊 火腿肉 蔥 薑 切成片 放在旁邊備用 然後我們把水燒開了 將雞腿塊放進去 略微汆燙一下 接著把燙好的雞腿肉 擺到鍋子裡面 然後加進去冬瓜 火腿肉 蔥 薑 然後再兌上水 放在鍋子裡面 大約煮12到15分鐘 等到最後湯燒開時候 利用湯開 把辣加進去 等到一個個辣都張口了 這鍋湯就可以起鍋了 就完成了 貴妃游東宮了 讓我們來看一下 橫行霸道這道菜 所需要的材料究竟哪些 我們買兩隻 漂漂亮亮的 紅蟳 這個雞節所能夠買到的螃蟹 非常的漂亮 你看這邊的油膏 好飽滿 好 兩隻螃蟹 放在這邊備用 另外我們這邊需要 兩把香菜 兩個雞蛋 蔥 辣椒 薑 這邊我們需要 一點點的鹽 太白粉的水 白醋 酒 糖 還有一點點的香油 以上就是製作橫行霸道這道菜 所需要的材料了 好了 剛剛貴妃才遊玩的東宮 沒想到接下來 我們卻要橫行霸道了 對 而且這個 現在這個季節呢 師傅說紅蟹 這個季節最好 這麼肥美 讓觀眾看一下 這絕對不是說 絕對不是說超大的 今天師傅給我們挑選的 這兩個紅蟹 你看裡面的油膏多到 可以讓50個痛風的病人 立刻發病 這麼嚴重 像師傅 像我們去挑 因為螃蟹我們不會挑 可能是這個小販挑給我們 那這裡看怎麼樣 比較肥 比較漂亮 如果是要挑這個黃的話 因為這個高多的話 我們把它翻過來 它那個顏色 像它背面 對 像它背面 透明的感覺 它剛剛好這個背面這裡 黃黃的就色了 不是 它這邊 它這個擠在這邊 它是不是會有 有一點有開 對 稍微圓開 已經滿到開了 對 它大部分的話 人家你買的話 它不會打開來給你看 打開來給你看 打開就真相大白了 不是真相大白 它就是最主要你打開之後 沒賣掉就糗了 沒賣掉就糗了 就賣不掉了 所以自己可以把它打開來看看 是 是 是 所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後面這邊多蓋住這一片 稍微有一點點 碰碰這樣 它有一點這樣子 鼓起來 它這樣一抓一抓 它會開起來 這樣就看得到 不過我們更好奇是 橫行八道呢 師傅會怎麼做 因為這個一定很好吃 如何來橫行八道 像這個師傅 先把殼去掉了 對不對 然後處理的話 怎麼處理 我們就先把 先把它這個 我們先把它 分 開成四段 好 先把兩個鉗子去掉 比較沒有肉的地方去 沒有肉的地方去把它 斬掉 好 不過其實很多觀眾都有這個 來信或傳真說 因為原本不見得很會處理螃蟹 對不對 現在看我們示範之後 對螃蟹也不再那麼害怕了 是是是 也知道一來大概去殼之後 就把它切成四份 這樣肉 比較吃得到 比較不會流失 會流失 是 好 殼也切兩半 現在把這個東西 我們移到旁邊 那拌的地方 他們待會兒要怎麼樣拌 我們現在 首先我們就可以把它 加一顆蛋下去 好 打一個蛋下去 利用這個蛋汁 當成它這個接著劑 我們用筷子稍微把它拌一下 來 擺個筷子 稍微拌一下 好 我們先把蛋拌 拌開之後 再撒點麵 是 對 讓這個蛋變成是接著劑 能夠浮在這個螃蟹上頭 對對對 注意喔 翻的時候要稍微小心一點 輕輕地翻 不要讓它高都 蟹黃全部都出來了 好 把它撒到麵粉 接下來撒麵粉 麵粉是一般的 一般中筋麵粉 中筋麵粉 對對對 好 一邊撒一邊稍稍翻動這個螃蟹 對對 讓它所有裹上蛋汁的地方 都能夠均勻地沾到麵粉 那我們現在就起 起點 起油鍋 起油鍋 好 所以待會螃蟹要下去炸一炸 對 那大概油要到幾分熱的時候 我們可以嗎 這個油我們 這個炸這個螃蟹的話 油就要熱一點 要熱一點 對對 我們在等油的當中 還有一些佐料對不對 我們就把這個奪掉出來 其他的奪後 順便來處理一下 對 我們這個把蔥切絲 蔥切成蔥絲 從厚的地方先畫一刀 對 之前這個位置 剛剛才介紹過大家吃完了以後 不會得膽固醇的那個菜 就馬上今天介紹這道菜 我看恐怕膽固醇變得很高了 那我們切點薑絲 好 薑也把它切成絲 不過年紀大的人要避開 可是還是有年紀輕的人對不對 他可能還是可以吃 不過如果烹調的是合適的話 這裡面加上一些薑啦 對 蔥 然後加一些酒啦 本身去掉它本身那個螃蟹的寒 其實吃起來也是蠻好的 要吃辣椒 不吃辣椒的人 我們倒辣椒不用加沒關係 是 這個加點辣椒味道 你看個人口味 對 加點辣椒辣椒 它的味道會更好 那我們把香菜拿來切斷 好 我們香菜這個多放點香菜 不知道沒關係 因為這個香菜的味道是特殊的 特別的香 香菜香菜 本身特殊的香味 能夠讓整個菜非常的提香 佐料都放好 對 好 佐料放在這邊了 那油也熱了嘛對不對 油也熱了 油也熱了 好 開始來炸螃蟹 那筷子一切比較知道 筷子那個油也有 非常燙 對 我們炸了之後 先這個大筷子先下 好 因為那殼很快 比較慢熟 對 這樣這個比較慢熟 身體的跟筷子都先下 對 對 所以它還是有點會爆 所以要蠻小心的 要浪費一點 像螃蟹大概要炸到什麼程度 我們把它炸到它 這樣抖子之後 它的顏色會變紅 紅色就好 對 對 對 大部分都是大了大部分 六七公分左右 六七公分左右 對 對 這很快 你不要太久 太久的老掉 它那個顏色炸得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好 好 漂亮亮亮的這個螃蟹 已經炸好了 先放在旁邊 備用 好 多餘的油 我們來倒掉 只要留一點點吧 對 只要淋一點油就好 只要再一大勺的油 放在鍋裡面 我們就把這些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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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以前爆香 再去爆香 再去爆香 對 因為糖蟹的味道 我們等一下還有那個 好 我們加點一點 嗯 加一點糖 再加上一點糖 對 好 那我們把 加點水加起來 嗯 好 我們要煮的時候 我們在家裡煮大部分 如果是不煮的很習慣 我們可以先把它搶個口看看 嗯 小心這個做鹹 鹹蛋 好 我們燒菜之後 螃蟹 對 OK 螃蟹倒下去 我們要讓它小火稍微給它靠一下 嗯 把味道靠進去這樣 所以這味道是還要入到 剛剛炸過糖蟹裡面 對… 因為它已經炸熟了 我們這也不用靠太久 輕輕地翻動一下 對… 入味就好 對… 把湯汁收一下 它也會吃到裡面 所以我們再鍋裡清一下 嗯 我們剛剛大約要煮到這樣 已經稍微快一半半了 對 嗯 我們就可以把它 用太白粉的勾芡 是 好 然後開的時候 我們倒一點點太白粉水 稍微勾芡 也不用多 啊 一點點 一匙的太白粉 太白粉水 稍微勾一點點 稠稠的一點點就好 對… 哇 這個口感咬起來 就是酥酥香香的 對… 嗯… 我們最後啊 加一點點白醋 白醋 對… 作用是讓它 作用呢 有點酸酸的 酸酸的喔 還開胃 酸酸的 最後一個香菜 好 最後把剛才切好的香菜 統統給它加進去 然後就可以開始 好 香油 香油 淋上一些香油 就可以開始準備 起鍋 就發到了 很行發到 常常一去吃螃蟹 覺得師傅煮成香香酥酥 都好奇他們怎麼做的 今天看到 哇 他們都是可以吃得到 看不到 對… 今天終於看到也可以知道 可以吃得到 我們知道 橫行霸道 今天該倒楣了 剛才喝了這麼好喝的 會被油冬公 現在又來了一個橫行霸道 對… 而且這橫行霸道呢 剛剛師傅說 會這個香香酥酥的 對… 它最後會放上香菜 對不對… 香菜那個味道很不一樣 哇…這個黃的部分 有一點點… 一點點酸酸甜 好香喔… 我一直吞著火水耶 趕快吃… 趕快吃… 我趕快來一看 蟹肉… 蟹肉趕快來一看 外面炸得很好吃 然後整個… 香菜在最後… 嗯… 其實它那個味道 整個菜變得非常香 而且剛剛這個… 在師傅炸這個螃蟹的時候 已經有先做一些處理過 對不對… 那個…那個衣不會太厚 是… 然後就變得很香 對… 你看… 我們這樣把它咬開之後 它這樣… 只是它就沒有跑掉 對… 養分都沒有流失掉 不會這個蟹黃跟蟹肉 都分離開了 都不會炸得乾乾的 對… 也沒有辜負說 這麼好的季節呢 這個螃蟹都非常鮮美 這橫行… 這煮得非常道地 橫行霸道 今天名字取得非常好聽 但是又非常好吃 對… 當令時節的當令好菜 不是… 你在你們家做完這道菜 你可能也可以開始橫行霸道 走路有風 變得非常好吃 對不對… 謝謝衛師傅 我們介紹了橫行霸道 橫行霸道的製作大綱 首先我們將螃蟹 買回來之後 洗乾淨然後切成塊 香菜切成段 蔥 薑 辣椒都切成絲 放在旁邊備用 接著我們將一塊塊的螃蟹 加入一個雞蛋 還有少許的麵粉 攪拌均勻之後 放到熱油裡面炸熟 然後重新起鍋 將蔥 薑 辣椒 一起下去爆香 然後加入了調味料 還有螃蟹 一起入鍋燒一下 再淋起鍋前 淋上少許的醋 還有一點點的香油來提香 最後撒上香菜 就完成了這一道 橫行霸道了 養生藥膳 好吃的藥膳食譜 盡在十全十美 今天我們為你推薦的金牌主廚 是郭岳英 郭老師 他專業的中醫藥材 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了 目前是郭老師養生料理 這家餐廳的負責人 他具有很多的健康食譜 一定能夠讓你吃得健健康康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下 旺幽石井米粉 這道菜所需要的材料 就只有哪些 這邊我們看到的是米粉 我們準備了大約有半斤的米粉 一定可以吃得香噴噴的 這邊我們準備的是里肌肉四兩 我們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薄片 里肌肉片 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乾的金針 大約需要四兩左右 乾的金針 半顆的洋蔥 四分之一顆的高麗菜 另外我們需要大約是六朵左右的香菇 香菇記得先要用水把它先泡好 在這個地方 我們需要少許的鹽來調味 然後需要兩大匙左右的醬油 以上就是製作旺幽石井米粉 所需要的材料了 好 我們先來做這道菜 好的 我們先來看 其實我們到那個雜貨店裡頭 都會買到這個金針 我們可能需要因為這個 稍微摘一下整理一下 對 把這個頭尾稍微 然後給它打個結 好 打結的工作我來做 老師我們要不要整理一下其他的材料 好的 除了這個金針之外呢 我們看到還有用里肌肉對不對 對 那當然放一點肉絲 那我平常在家裡 我們家的老爺跟小孩 是愛吃五花肉 但是我想我們這個做給大家來看 有的女孩子喜歡瘦一點 我們就用里肌肉 那我們把里肌肉給它切好 那這個肉的分量就看你喜歡吃肉的多 喜歡多還是少對不對 那我今天準備的是半斤的米粉 就可以炒一大盤 我們把這個 還有我們這個洋蔥 主要是要來爆香用的 郭老師你平常這麼忙 我看你的刀法非常的純熟 這是我在家每天都要操練的 全家都靠我這隻手來吃三餐的 難怪難怪 對 因為我們這個香菇已經泡軟了 我們一樣把這個剃讓它去掉 對 那其實我們在爆香菇的時候 我們這個香菇可以用小火 就讓它下去煲 直接在小火的時候就把香菇放上去 對 把香菇放下去刨 這樣把它小火慢慢地刨香 好 來 那刨好了以後 我們可能稍微給它快炒一下 接下來我們先放洋蔥 把洋蔥炒下去 對 洋蔥把它爆香 洋蔥的香味 所以我們這裡頭不需要放蔥了 接下來是肉絲要下去了 對 把肉絲擺下去 好 把肉絲放下去 好 接下來 對 等到肉絲差不多有五分熟 四分熟的時候 把高麗菜也給它下進去 讓我們一看出來 待會兒這一盤的米粉 非常的 一定味道非常的好 這個是我們把剛剛浸的這個香菇的這個 不一定要用高湯 浸的這個香菇的這個水 對 直接給它擺進去 這個時候給它炒勻了 放一點醬油 因為米粉是白色的 是 給它做一點醬色 做一點黏色 對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剛剛打結好的這個金針 把它放下去 哦 已經炒得差不多 對 這個時候金針就要下去了 對 這個時候金針就要下去了 好 那其實金針的量 如果再多一點的話 味道會更香 那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蓋個鍋蓋 把它用小火給它燜一下 好 那在燜煮的時候 我們就來聊一下 今天做的這個金針炒米粉 這個主角這個金針 到底對我們在一般 我們的身體健康裡頭 有什麼樣的幫助 我們先來看一下 大家如果看到 不管是大人小孩 他時常有這樣的現象 就是舔舌 師傅你也做一個動作 舔舌頭 然後舌時常吐出來 就是時常有這種吐舌的動作 他就是心火很旺 還有心神不寧 心神不寧 他就時常很焦躁不安 這個時候就可以吃金針了 金針有幫助他解繁心 解憂慮 去繁的作用 解油的作用 對 然後如果舌頭 時常沒事就吐出來 那他就表示他整個 那個心就是比較僵硬一點 他比較不活潑 他比較對整個事情 他的那種參與度比較不夠 因為舌長的話 他心臟就很強 而且話多 很勉強 不是話多 很勉強 不是話很多 所以如果看到有人 可以沒事就是玩這個遊戲 把舌頭舔 可以拉很長 就這樣 頭一個要看他心臟非常的強 然後他話一定很多 他可以套套不絕 因為他體力也不錯 是是是 另外看一個這個 如果舌頭有時候講話 舌頭轉得很快 像我們不知道哪一生人 一講起話 那個舌頭轉得非常的快 金片子 對 他的性疾 然後語觸 就是很短觸 舌頭很尖 對 另外一個舌脈 性緩語字 然後當然跟他的個性 也有關係 他的個性 比較默一點 對 比較默一點 那我們從這五個圖片 如果家裡有這樣的 小朋友時常 沒事就是舌頭 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曉得 是不是調理其他 什麼樣的食物 來跟他搭配 可以稍微舒緩一下 那我看一下 我們這個 這個這個 聽你在形容舌頭 我就一直在聞到那個米粉的香味 米粉 這個金針這個拌出來的香味 我看我們還需要再給他加一點水 因為我們今天半斤的米粉 那高湯不夠 我們可以把它再加一點點的米粉 放下去煮 那這個時候 對 米粉就可以下去了 米粉把它擺下來 好 米粉把它擺下來 倒下去 對 那這個時候一樣 那一般炒米粉的時候 我會很習慣的 用筷子 用筷子 對 對 用筷子 有的時候在家裡頭 這個媽媽 或者太太在炒米粉的時候 對 都用 他們也會把這個炒好的料 先把它盛出來 對 盛出來 然後一部分一部分的來炒 免得一大鍋一起炒的話 很難炒 很難炒 炒不開 炒不散 對 這樣子 對 這樣子我們米粉就比較容易快 這個高湯都會跟米粉融合在一起 好 那很快的 我們這個時候 如果米粉已經熟了 我們就火再給它開大一點 讓它把這個汁整個收乾 收乾掉 對 這樣子炒完了以後 吃起來米粉才不會濕濕的 濕濕的 稍微把它收乾一點炒起來 對 比較好吃 好 那我看我們這個米粉 今天這樣就可以了 非常地快 先把它火熄掉 好 先火熄掉 這時候 來 翅膀幫忙一下 對 因為在好像我們台灣人 在過年過節的時候 都要炒個米粉 那今天郭老師示範的這個金針炒米粉 我們也來吃吃看 換一個口味 尤其是在吃素的人 我們只要裡頭不加這個 不加這個肉絲 肉絲 對 我們吃素的人就可以吃了 也是非常可口的一道菜 是 這就是我們郭老師 今天為了大家 解煩解憂 對 推薦給大家 用金針菜來做的 旺幽炒米粉 來 吃點米粉 好的 希望能夠旺幽解愁 工作得很累了 我們要吃點米粉 我們看了這個米粉上頭 一個一個打了結的這個金針 非常特別 其實它吃起來口感也是很脆的 這樣子的話 如果今天我們的節目播出了去以後 可能很多的賣米粉的老闆 不惜多花一點點工夫 把所有的金針全部打成結 全部打結了 對啊 這樣賣起來很好 對 對 其實這個金針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金針燉排骨湯 在家裡常常吃的 要不然這個金針 現在有那個野金針 就是三金針 就是綠色 但是它的價位實在很高 尤其我們在市場裡頭 買的非常的高 那如果您能夠吃到這個新鮮 因為它那個新鮮的季節 大概只有四五月 所以我們一般媽媽們 都是買到這個乾的金針 在挑這個乾的金針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一下 你還是要挑顏色 比較鮮黃一點 它放得越久 它的顏色就變黑 所以挑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像這樣子的顏色 這個顏色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好的 橘色的 非常漂亮 吃起來是脆脆的 那講到這個金針 它其實它是那個旺幽草 旺幽草的花 它就叫宣草之花 所以它又叫旺幽草 旺幽花 那你聽這個名字 就曉得吃得讓我們旺幽 年頭了 馬上大家都要放假了 所以很多人為了報官 為了嘎頭寸 為了跑銀行 很多的搭耳也很難 所以吃一下這個旺幽十丁草米粉 味道也不錯 一定大家都會笑口常開 是 非常謝謝郭老師今天推薦給我們的 旺幽十丁炒米粉 希望你也能夠旺幽 旺幽十丁米粉的製作大綱 首先我們先將乾的金針菇 下去了頭尾的粗段 然後打成一個一個的結 放在旁邊備用 接著我們將香菇 在水裡頭泡開了以後 切成絲 洋蔥 里肌肉 高麗菜 也都切成絲 放在旁邊備用 接著我們起鍋 加入了兩匙的油 然後先把香菇 放進去炒香 接著再加入洋蔥 肉絲 然後倒入少許的水 以及調味料 等到水滾了之後 再倒進去打好結的金針 以及高麗菜 並且蓋上蓋子 用小火大約燜兩分鐘 等到金針的味道 充分地出來之後 再倒入米粉一起翻炒 等到湯汁差不多快要收乾的時候 就完成了這一個旺幽十丁米粉了 最華舌 今天我們為你推薦的金牌主廚 是Maggie小姐 她是一個香港人 來台灣已經有十年的歷史了 目前是芝麻站法制小館 以及橄欖書歐陸小館的負責人 她既能寫書又能做菜 而且她做的菜真是口味與眾不同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下香蕉蛋糕 這一道點心所需要的材料 究竟有哪些 這邊我們看到的是香蕉 我們大概準備六根的香蕉 台灣的香蕉 橘式聞名一定是非常好吃的 香蕉放在這邊 另外這邊我們牛油 我們準備大約是八十公克左右的牛油 放在這邊 我們這邊準備大概要一百八十公克的糖 細砂糖 放在這個地方準備好 另外我們需要四個雞蛋 放在這個地方 我們這邊需要麵粉 大約是兩百公克的麵粉 放在這個地方 另外大約需要一茶匙的泡打粉 泡打粉在這個茶匙裡頭 以上就是製作香蕉蛋糕 這道點心所需要的材料了 其實香蕉在我們台灣 應該算是非常有名的一道水果 沒錯 對不對 所有外國來的朋友到台灣 一吃到這個banana 就說我們台灣是香蕉天堂 因為一年四季它都有 沒有季節性這樣 對… 小的芭蕉也很好吃 大的香蕉也非常好吃 所以今天我們請到的是 美麗的Maggie小姐 為我們來示範 如何把香蕉跟蛋糕結合在一起 示範香蕉蛋糕 對不對 對… 從哪個部分開始 從剝香蕉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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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然後我們把那個香蕉 有一半要切成丁 一半要切成片 為什麼 那就邊剝邊講好了 好… 為什麼要一半切成丁 一半切成片 切丁的那一些 就是要跟麵粉跟雞蛋 攪成一個麵糊 然後切片的話 就是要跟麵糊中間 放那個香蕉片 然後… 做盤式 做裝飾用的對不對 比較有… 你吃的時候有吃到香蕉 口感強一點 OK… 所以這樣子是波蘭 放在這邊對不對 對… 沒有做錯 很希望我第一次當這個 Maggie的助手 不會… 越方越忙 這個不會錯錯的 這個不會錯錯的 原來… Maggie告訴我們 香蕉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有一個部分 我們把它切成丁 因為切成丁的時候 切得越小越好 到時候這個丁狀的香蕉 才能夠跟其他的麵糊 充分地混在一起 把它做成這個香蕉蛋糕體的部分 另外呢… 剩下的香蕉呢 把它切成片 還要把它鋪在這個 每一層每一層的這個香蕉體中間 到時候大家在吃這個香蕉的時候呢 比較容易吃得到香蕉 不要到時候只聞香蕉味 不見香蕉影 到時候吃起來就麻煩了 香蕉很好 香蕉油很豐富的維他命A喔 嗯… 維他命A 這樣可以避免得到肝眼症 是不是 眼睛乾澀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缺乏這個維他命A 所以多吃維他命A 其實是蠻好的 其實那個切成丁的部分 如果家裡有那個 電動的攪拌器的話 你就可以切成… 不需要切成丁啦 那這樣很快就打得很順 果汁機也可以吧 對… 果汁機… 果汁機好像不行 不能… 這是那個電動的那個 攪拌麵糊的那一種機器 所以它這個電動的機器 它… 就可以把它打得… 對… 好… 然後我們現在… 像… 把它切碎好了 嗯… 沒關係 我們拿個盤子過來 好… 我們拿個盤子過來 我們讓你把這個切好的片狀 那個… 好… 將將呢… 先擺到盤子裡頭 免得佔地方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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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 這個… 的確是… 現在很多… 電腦都做不到的事情 那… 把它切碎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 先把… 一個盤子… 準備把材料打一打… 好… 然後先把糖跟牛油… 把它打在一起 糖跟牛油… 我們要把它混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用的牛油… 就是要給它… 常溫之下… 變軟 在室溫之下… 對… 自然變軟 對不對 你也不可以太硬也打不動 那也不要… 把它放去微波爐… 如果微波爐… 一微波… 或者加熱… 全部就變得水水的 對… 它的那個… 它那個… 味道會走掉 做出來的效果… 完全是不一樣的 其實今天就是… 忘記帶一個電動的來 這個是有一點難打 是… 先把糖跟… 油油是… 混在一起 對… 混合… 沒關係… 慢一點… 其實也是可以用手… 因為比較快… 真的嗎… 對…也可以用手… 沒關係… 您就看怎麼方便… 怎麼做… 那你如果是拿手去抓… 抓的話… 最方便的方法去做… 把它混合在一起就對了… 讓它充分地混合在一起… 對… 那差不多… 它有混合在一起之後… 糖跟牛油… 那我們就把… 雞蛋跟麵粉可以加進去… 先加雞蛋還是先加麵粉… 都可以… 都可以… 一個雞蛋… 喔… 不用分次加… 可以不用… 好… 這種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 那… 之後就可以加麵粉… 那如果有塞子的話… 麵粉過了塞… 做出來蛋糕會比較… 更細… 對… 比較細… 更細… 因為麵粉塞裡面的那個… 所有的那個… 顆粒全部… 都會引爆它… 空氣在中間… 是… 好… 我幫你加… 好… 好… 那妳換到這邊來… 好… 我們讓聽朋友們看得清楚一點… 好了… 這個時候呢… 也沒有什麼順序的… 因為妳如果加到雞蛋上面去呢… 它會影響到雞蛋… 喔… 產生一些質變… 把那個… 把它切碎一點… 好… 既然沒有機器… 幫忙… 好… 好了… 我們看呢… 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這個… 呃… 糖… 跟… 這個… 牛油… 跟… 泡打粉… 跟麵粉… 還有雞蛋… 已經變得… 很… 均勻地混合在這邊了… 有的時候我們可以拿一個… 防滑墊… 或者是抹布… 墊在盆子的下面… 這樣子呢… 在攪拌的時候呢… 才不會這個盆子… 跟桌子… 這樣… 如果用機器的話死很快… 當然… 當然… 但機器呢… 就… 少了很多這個製作的樂趣嘛…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是用最原始… 最原始的方法… 因為不見得… 每個家庭呢… 都能有機器… 好… 我們需要打到什麼樣子的程度呢… 只要混合在一起就可以… 只要能夠混合在一起就可以… 如果喜歡… 多加一點別的風味… 好像譬如酒啦… 辣木酒啦… 嗯… 一點… 都可以加一點點… 或是像… 什麼… 一點點瓦卡… 可以啊… 可以加一點… 還可以在這裡面加一點點瓦卡… 那辣木酒有它的香味… 或是香… 香草精… 顏色… 是… OK… 這樣可以了嗎… 可以… 然後我們的模子在… 好… 我們的模子在那邊… 這個是不沾的…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加牛油… 那如果你家裡那個剛好是有… 白鐵的那種… 對… 就需要先拿那個… 牛油抹一下… 牛油先抹一下… 這種是不沾的… 很簡單… 你是看過… 挺新鮮的… 好… 那我們插完一層牛油之後… 我們就把我們的… 差不多到三分之一嘛… 先倒三分之一… 好… 倒完三分之一進去呢… 稍微抖一下… 稍微抖一下… 那個… 香蕉片給它… 鋪在上面… 好… 鋪一層… 抖均勻了以後… 把香蕉片呢… 排上去… 好了… 我們在底層呢… 先排上一層的香蕉… 接著我們再排第二層… 再倒下去一點點… 這樣子的… 打好的餡料… 對… 再倒… 再放在上面… 好… 我們再放一點點下去… 好… 再放一點點下去… 好… 我們再排一層的香蕉進去…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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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層… 接著我們把最後的麵糊… 給它加進去… 還有… 家裡有刮刀… 或是… 那個… 塑膠片… 這邊比較方便… 是… 是… 好… 現在我們拿條根… 把它稍微… 這個… 表面上抹均勻一點… 因為… 要把它的空氣… 給它… 因為呢… 裡面… 一層一層的… 有很多的果肉… 果肉跟果肉之間… 有一些縫隙… 所以呢… 我們還是要把它這樣子… 稍微這樣子… 震動一下… 震動一下… 好… 非常簡單… 可以進去烤箱烤… 好… 我們現在… 如果放在烤箱裡面烤的話… 烤箱需要多少度… 大概是190度的話… 每個烤箱的功能不同… 大概… 50分鐘… 40分鐘就OK了… OK… 我們可以測試它…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用一個竹籤… 插到中間去… 拉出來… 沒有… 綿綿絲絲絲的… 乾乾淨淨的… 拿到做OK了… OK… 這個蛋糕已經打好了… 空氣全部跑出來了… 把它放到… 190度的烤箱裡面… 讓它烤個… 四五十分鐘… 半… 香蕉蛋糕的製作大缸… 我們將香蕉… 一半切成丁… 另外一半切成片狀… 然後… 我們把已經放在室溫下… 柔軟的牛油… 還有糖… 放入容器裡面… 攪拌均勻… 接著… 我們再把… 麵粉… 泡打粉… 還有蛋… 分次地… 加進去裡面… 充分地攪拌… 然後我們把烤箱… 先設定在200度的溫度… 先預熱… 然後我們在… 模子裡頭… 先倒進去… 一部分的麵糊… 然後鋪上… 一片片的香蕉片… 接著… 再把一部分的麵糊… 蓋過… 之前鋪好的香蕉片… 然後… 再鋪上一層… 香蕉片在上頭… 最後把剩下的麵糊… 統統倒進去… 然後… 我們把模型… 敲打一下… 讓你的空氣… 能夠充分地烤出來… 最後… 放到烤箱裡面… 大約烤50分鐘… 就完成了這一個… 香蕉蛋糕了… 嗯… 香蕉麵糊… 烤好了以後… 我們看一下… 很多香蕉… 很多香蕉… 都可以看得到… 透過這個蛋糕… 可以看得到… 謝謝… 來… 這裡有很多纖維… 好… 我們來嘗嘗看… 香蕉蛋糕… 那邊看到的是… 香蕉這個纖維… 但是呢… 現在你又看到… 很多香蕉的… 顆粒… 果肉… 還在這邊… 表皮還有一點點… 確實… 如果我們不用香蕉… 你建議還可以用些… 什麼樣的其他的水果… 呃… 其實… 很多水果都可以… 做蛋糕啊… 嗯… 非常多… 蘋果也可以做成蘋果… 蘋果蛋糕… 對啊… 還有呢… 梨子… 好像馬鈴薯也可以做蛋糕… 馬鈴薯也可以做蛋糕… 馬鈴薯也可以做蛋糕… 對啊… 紅蘿蔔也可以做蛋糕… 紅蘿蔔蛋糕… 嗯… 的確… 很多的這個食材呢… 都可以把它融到蛋糕裡面去… 嗯… 如果你自己… 放心… 覺得… 哪一種食材… 加到這裡面去… 吃起來滿特別的… 可以寫信來告訴我們喔… 我們來問一下Macky… 看看醬子… 會不會特別一點… 說不定… 就可以在安芳屋的橄欖… 那邊吃得到… 來… 我們非常謝謝Macky… 介紹我們的香蕉蛋糕… 謝謝… 謝謝…